大家好,我是小煞 虽然双人对决第四赛季 每周挑战也才第二周结束 但是咱们第五赛季的情报也已经流出 快来看看有哪些新家伙吧 双人对决第五赛季即将开启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 全新僵尸加盟 新版本中五款僵尸即将加入 它们分别为 冰状僵尸 猪肉机野人僵尸 寒冰豌豆僵尸 贝壳僵尸 失落发掘者 通过完成每日任务 每周任务获取宝箱 或购买额外宝箱解锁僵尸卡片 可以将这些新僵尸招募进你的队伍 高级权益换新 制作组进一步升级了 双人对决高级权益 内容更加丰富 官方说的是加量不加价 我主要是为了南瓜头才课的 这次应该不会课了 全新赛季中 特权一 购买高级权益将立即获赠 当前赛季的 足位藤蔓植物 及碎片橙石 当前赛季中 足位植物为南瓜头 好吧 现在你不用抽了 同时幸运专盘中的藤蔓植物 单位仍然保留 特权二 购买高级权益即送 当前赛季对绝币270枚 可用于幸运专盘进行抽奖 特权三 调整了每日任务 每周任务的经验产出 升级更轻松 并为高级权益新增 经验提升20%特权 我克我更强势吧 单条每日任务产出经验 由400调整为500 购买高级权益的玩家可获得600 单条周任务产出经验 由1600调整为2400 购买高级权益的玩家可获得2880 额外经验包也已换新 新赛季购买高级等级底包 超级等级底包 可以额外获赠 赛季普通宝箱 第五赛季名片登场 通过挑战胜利 技札新星 成功升级至中式段位 第五赛季限定名片立下报回家 其他的我也没啥疑问了 就是第五赛季 貌似也没有更新好友功能吧 毕竟官方情报一点没提呢